好,現在來跟各位 講解 抖音怎麼來表現 那Subsfone我們 常用的抖音 有用下額 或者是用我們的負證 那我習慣上 是用額證,就是下額 下額,下額,下額,一鬆一緊,一鬆一緊 那我們 在 抖音的部分 一般第一拍我們不抖 大概 大概到第二拍 的後半拍開始抖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加快 慢慢有小聲慢慢變大聲 到第三拍以後慢慢 慢慢變小聲 是漫漫慢慢快 快然後慢慢變高然後變低 最意思 我 제일那個這樣下手 咬著這個 竹片 這跟樹笛完全一樣 他也是 也是有一片竹片 樹笛也是靠下耳 第一拍先不要抖 第二拍後半拍慢慢抖 靠這個的強弱 再做一次 靠這個下耳 一強一弱 那 陶笛的抖音 和 蕭或長笛 我比較習慣是用附贈 用附贈 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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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呼呼呼呼呼呼 呼呼呼呼呼呼呼 也是一樣 第二拍慢慢慢慢慢慢加強 慢慢 加強加快 然後再 Hafbye 到第三拍慢慢 哦 慢慢 變小生 我再做一次 呼呼呼呼呼呼 慢慢 有 呼 慢慢大聲 齁 长笛也是一样 长笛也是一样 好,肖也是一样 肖 肖也是靠护正 是 恰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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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迭 高敵、長敵都一樣 那薩斯芳和 宿敵 就是靠 鵝症 那剛開始不可能一下子馬上你就熟悉 你慢慢練 慢慢練 好,加油